城堡气球加上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让人重拾同心的梦幻乐园 是美国无数家庭旅游的收选 但却总是让一家人荷包失险 但不断上涨的迪士尼乐园票价不是特例 奥兰多的环球影城门票 从119美元涨到179美元 一年之内涨了整整两成 同时迪士尼也大含冤 强调虽然票价涨了3% 但盈余成本上涨了6% 因此今年第三季迪士尼的利润 还是不如预期 今年的股价就下跌了15% 而且去趟迪士尼乐园 还不止要花钱买门票 包括饮食以及停车等费用 都水涨船高 旅游网红发现 跟5年前相比一天下来 开心的迪士尼乐园行程 可能会让人觉得像是荷包破了个洞 根据计算 美国如果一家四口去迪士尼 享受五天四夜的假期 包含快速通关 住宿等等费用 甚至高达五千美元 环球影城玩个四天 也逼近同样的价钱 如果用美国家庭薪资的 众位数来计算 月薪大约是六千两百多美元 也就是说要全家去一趟迪士尼乐园 必须烧掉将近一整个月的薪水 有不少家庭为了带小朋友 去一次梦幻假期 因此背上债务 根据调查 大约有四成五的家庭 是借钱来迪士尼乐园玩 如果摊平到所有迪士尼游客来计算 等于每四个在迪士尼乐园玩的游客 就有一个人是借钱来玩的 尽管这些悲哨爱前往迪士尼的家庭 有将近六成都表示只回票价 但太过高昂的迪士尼度假行程 让很多没去过迪士尼乐园的民众却步 难以扩大客群将影响迪士尼的未来发展 因此迪士尼也恢复包括免费停车等项目 目前最低109元的票价也仍旧没有上涨 希望民众愿意在园区多待几天 就是希望创造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本私家庭 让迪士尼的梦广还有商机能够不断延续 区域业新闻综合报道